这个到骑驴的老者名为龚问田,他乃是皇城的前任国师,拥有着金丹镜巅峰的恐怖实力。 而在半个月前,龚问田就算出了自己命数将近,不甘就此陨落的他主动赐去了国师之位, 各地离开皇城,打算在外寻得一份仙缘,早已快游进灯窟的龚问田。 为了能在外面游历的时间更长些,只能放弃了使用灵力飞行,因此他才骑着这匹宝马来到了此地。 看来,我想要寻找的那份仙缘应该就在这月龙之巅之上了吧。 检测到船罚长老即将抵达宗门,请宿主及时查收。 西藤,我地军发帐老是什么修为? 姓名,公问天,种族,皇城前任国师,天赋,普通,修为,金丹镜巅峰。 乌龄邪,库步枕,搜金鹅,离击到顶瓶内集合,迎接增门军发帐了。 说吧,斗缺便让系统将他传送到了月龙山谷之中。 你是何人? 嗯? 难道学这个军华帐老,还得被我亲自收于门下才行? 要是我不先去来跟他谈个话,那岂不是要老两屋人,我早,够鼻息腾,你干不干再坑人气? 阁下可知通往那月龙之巅的山路在何处? 你去月龙之巅做什么? 在下是来拜访月龙之巅上的那位前辈的。 我来百分无敌,那就好半量,笨正真是月龙之巅上的那位。 阁下能否不要跟老朽开玩笑了? 月龙之巅上的那位前辈手法通天,若是你敢再出言不逊的话,小心那位前辈降罪于你。 看烟字,还是笨正太低调了啊。 西藤,适应节奏光芳,积极给我盖着增长的银色。 这,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唯有先帝之境的强者,才能使用的金身身体。 晚辈该死,往前辈责罚。 鸡云,你先先笨正套要一份鸡云,那笨正便赐于你,刚好笨正真理军伐帐老之为恳求,你可否愿意成为笨正好天真理军伐帐老? 晚辈生性无顿,前辈门下的弟子若是交给晚辈传罚,晚辈恐怕难以胜任。 哦,那好吧,只来笨正赐于你的机缘,倘若你不珍惜,那只能学你笨正无云量。 你不非针究这样人物奏力吧,你好待一来史诗啊,我那人到底可是很好交的。 公问天看着斗雀离去的背影,其实心里也慌了,能遇到这番修为的前辈,定是他此生最大的机缘。 眼下他的修为已经卡在了金丹镜巅峰百年之久,若不能及时突破修炼的瓶颈, 他的寿命必将也会随之走向尽头。 前辈 晚辈是一是可以吗? 谁笨正来比? 下次无聊,你学你造这样读号,正的人家小心脏扑腾扑腾的挑。 这是笨正去关后才招手的弟子,刚刚他走修行界,所以修为敌了些。 他们才修炼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踏入了练习期嘛。 正确的学,他们修炼的时间都不足三天。 这究竟是何等的修炼天赋,恐不如似。 以后庚长老就去在笨正居灵镇去,你们以后有时在修炼上遇到问题,去居灵镇照这位庚长老便室。 走吧,庚长老,笨正带你去看看居灵镇。 这居灵镇竟有如此浓郁的灵气。 公问天愣在了原地,若是待在这种地方修炼,即便是他的修为没有突破至原英镜,他也能多活数十载了。 公长老,现在有时间吗? 现在已是深夜,这号天宗的掌门来寻我作甚。 老祖,快来看看师兄,师兄他快不行了。 屋长,库部长快不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公长老,现在有时间吗? 掌门前来是有什么钥匙相传吗? 这本紫双圣图中有几处我看不懂,所以特地过来请教公长老了。 掌门您客气了,带老夫先看一下。 刚开始看到那本紫双圣图的时候,公问天还没有注意到这本公法的品级。 可是当顾灵学问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他却从中发现了端倪。 因为那本紫双圣图中所提及的修炼方式实在是过于罕见,即便是在皇城中担任过博士,见多识广的他,也根本没有听说过那种修炼方式。 掌门,您所修炼的这本公法似乎是有点历史了,这究竟是什么品级? 天阶高级啊。 哦,天阶高级。 您,您说什么,这是天阶高级。 是啊,天阶高级,不过公长老你没事吧,我看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没,没事。 这样的东西,老祖那边多的是,若是公长老,你想要修炼的话,我找机会跟老祖他老人家说一声就行。 老朽能见识到天阶功法,已是此生无憾了,就不奢望修炼天阶功法了吧。 公问天万万没有想到,这号天宗内竟有着连皇城都不曾拥有的天阶功法,而且数量居然还是很多。 换作普通宗门,别说是拥有天阶功法了,就连拥有本地阶功法, 都能卫炼三瓶以上的宗门了。 这算啥?老祖给朴布城拿来磨炼新兴的木头都是神阶的, 区区天阶而已,又不是什么稀罕货。 神神神,神阶。 公长老,你看这个地方。 对对对,是老朽事态了。 与此同时,正在睡大觉的窦缺,收到了系统传来的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震惊传罚长老,系统奖励,宿主修为提升之炼器七层。 啥玩意,我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啊,为什么就扶您王阵人无聊? 希腾,给我砸看刚刚发生了什么。 随着公问天处的画面被调回到了五分钟前, 斗雀听着顾灵学和公问天刚刚的对话, 总算是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顾灵学啊,顾灵学, 没想到逆军人都熟悉帮我跟虐别人了, 孩子长大了啊。 与此同时,距灵阵内, 公问天跟顾灵学讲解了近两个时辰的时间, 顾灵学感觉自己已经将紫双圣徒的前四层给领悟了, 只要稍加修炼, 他便能顺利的将紫双圣徒突破到第四层。 有劳工长老了? 掌门,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不过您还有看不懂的地方, 随时过来找我便是。 讲解了两个时辰的功法内容, 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的, 再加上他原本身子骨就弱, 经过这一折腾, 估计没个半天的时间是缓不过来了。 弟子朴不成, 拜见公长老。 请进。 长老, 老祖传授给弟子的功法中, 弟子有几处不明白, 还请传法长老您给弟子解惑。 你们是真的不想让老朽闲着啊, 真就物尽其用了呗。 将功法拿来吧, 我来为你解惑。 公问天万万没有想到, 这宗门内弟子修炼的功法竟然也是天阶的, 他的心中顿时翻起了惊涛骇浪, 要知道即便是一品东门, 也只有长教级别的人物才能修炼地阶功法。 公长老, 弟子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那个地方有些看不懂。 好的, 这里是这样的。 老祖, 老祖, 快来看看师兄, 师兄他快不行了。 我早, 护不准快不行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祖, 快来看看师兄, 师兄他快不行了。 我早, 护不准快不行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早, 西藤,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西藤, 你在娟师吗? 前辈, 莫非这是熔龙针法突破至第三层后才会引发的现象? 如果晚辈没有看错的话, 调不成这是身体没能承受得住天阶功法的道运, 所以遭受到了功法力量的凡事。 这, 这该怎么办呢? 男人摆到这, 台山奔于锦, 恶民不盖世, 孤灵邪, 你身为僧文章家, 难道就因为最定小事而罗料分身吗? 小事? 众人一听, 皆是一惊, 他们都无法理解, 明明门下弟子都已经修炼到, 走火入魔撬了辫子, 自家老祖为何还如此淡定? 检测到宿主门下弟子无生命迹象, 是否使用复活时? 思议 复活成功 早在地上的瀑布城渐渐恢复了生命力, 众人看着胸口缓缓起伏着的瀑布城, 心中皆是惊骇不已, 难道自家老祖使出了复活之法, 把瀑布城给复活了? 天哪,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位前辈的手段竟都已经远超六界轮回之外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可知道你刚刚闯了大祸。 听闻此言, 瀑布城顿时就愣住了, 他这才想起, 他昨晚在请教过传法长老关于熔龙针法的内容后, 便忍不住的想要趁热打铁的稍微修炼下, 可还没等他刚开始修炼, 他的身上却忽然燃烧起了黑色的火焰, 无论他如何催动功法, 他身上的火焰却依旧都无法熄灭, 而后面发生的事情, 他便不记得了。 弟子感谢老祖救命之恩。 邓曾都已经高接过你, 不要幸福气糟, 要放满修炼搜刀, 你为活不停。 没想到老子弟复活时, 绝云被你笑自队遭打了, 绝云都用在你身上了, 你至少也得给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非营或赏身吧, 那人能蒸发, 我会使你快修炼到底三整了啊。 这, 如果我说出了原因, 那岂不是就相当于把传法长老给出卖了? 邓母, 不学。 老祖宁心消消气, 嫖不成他, 肯定不是故意的。 是啊前辈, 天洁功法本身就难以掌控, 出现这种情况, 谁也无法预料啊。 不对啊, 明明我就是先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非兵者拿出烟子的啊, 你们蒸发谁的, 这么久先是, 我先要把父母争干去蒸门师的, 在你们营利, 我就那么行吗, 算了,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我灵学, 四十六逆之行绝间与活之力吧。 弟子嫖不成, 谢过掌门长老相助。 你最该感谢的是老祖他老人家。 是啊, 我在皇城担任国师百年之久, 都未曾听闻过能将人复活的功法, 恐怕即便是前辈, 使出这种功法恐怕也得付出些代价了。 此次你也算因祸得福, 修为突破至炼气四层, 今后成长简直不可估量。 炼气四层? 弟子突破了? 你先稳固下修为, 稍后来大殿找我领法。 秦儿, 跟我走吧, 你师兄要换衣服了。 不成啊, 本长老这次算是欠了你一个人情啊。 不, 公长老, 刚刚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弟子忘记了老祖的劝告, 擅自闯下的祸。 公长老, 您怎么能说欠弟子人情呢? 那好, 本长老就先回去了, 倘若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尽管提出来便是, 本长老肯定会出手相读的。 扭鼻吸腾, 你给我取来, 你给老子那么危险你跟坊, 是大叔撒了我吗? 还好我小脸收得满, 如果我小脸已在快定, 但我岂不是一趟食了? 检测到宿主辱骂系统, 系统感觉你右边的也不想要了。 对不起, 吸腾爸爸, 我错了。 吸腾爸爸, 还有没有什么人物, 能建立给我复活时吗? 可选择任务, 帮助公问天突破至原因之境, 任务奖励, 复活时宜。 这么简单, 够鼻吸腾, 把我的发音单出来。 跟帐老回来了。 前辈, 笨择再次等候逆读食料, 又经时间需要你配合一笑。 前辈, 晚辈只是答应您做好天宗的传法长老, 可不提供其他的服务啊。 你够别无非料, 笨择来到四驱的母帝, 只有一锅, 那便使君尼偷扑至原因之境, 你有意见吗? 晚辈不敢, 多谢前辈。 你突破我还有意见, 老六才有意见。 似无奈使花鹰丹, 伏下兵客投赴至原因之境。 伏下兵客突破至原因之境, 这是何等灵药? 哦, 子奈神迹灵药, 你没听学过道也仅有库云。 神, 神迹灵药。 随着那枚华鹰丹, 被公问天吞入腹中, 一道金光, 随即在公问天的身上亮起。 这, 这难道是天界? 可是那传说中的雷杰, 不应该是从堵截气飞升成仙时才会引发的一项。 我只不过是从金丹镜突破到原因境, 为何会引来雷杰? 区区雷杰, 胡走瓜翅, 云须镜。 不早, 你这个早老的病时没少干法时啊, 君人偷破过云页镜都要挨雷皮。 云须镜已启用, 即将为宿主吸收所有法术伤害, 吸收所有物理伤害。 无数的天雷落在圆须镜上宛如石沉大海般, 眨眼间便消散了。 感谢前辈助晚辈突破至圆英之景。 胡国寺偷破到两云英经而已, 将你拉定取析。 嘿嘿, 前辈您说的是。 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 系统奖励, 复活时。 不, 这下心里正算是踏实了, 弊心更不想只身修尾巴, 更真肥去掉。 你不不准这孝子去那了, 无灵学, 一口知道不不准他去那了。 回老祖的话, 朴布城上次犯错后, 弟子便伐朴朴布城去月龙山谷, 清理历代掌门的墓碑了, 如今他已经去了三天的时间了。 完了, 这三天光顾着修炼了, 完全把朴布城出去的事给忘了, 月龙山谷中虽然都是浩天宗历代掌教的坟墓, 但山林之间还是有野兽出没呀, 弟子现在就出去找他。 无妨, 谁他去吧, 千里个墓碑而已, 还能去什么意外吗? 长老, 掌门, 老祖, 快看这是不是师兄的鞋子啊。 有, 铺不枕又哥批料。 系统提示, 上期视频某平台点赞已经过万, 请宿主立即到立捏报左边的, 本期视频点赞过两万, 奖励宿主门下弟子, 苏琪儿, 新皮肤一套。 甘鞋骨尾小幽里直直, 围绕金额兵地飘飘练练, 祖兵地, 不兴尼为金链。 调不成的鞋子是从哪里找到的? 刚刚弟子出来打扫庭院的时候, 看到头里有只老鹰飞过, 然后这双鞋子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事情都进展到这半地步了, 前辈竟然还如此淡定, 果然是大能之类。 斗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淡定, 但心里早已经气得不行了。 表不成啊, 表不成, 你好歹你使个欺人之字啊, 你小子不肥有个屁的吧, 老子若是刚获得你复活时啊, 你不肥是造成了时间故意高务的吧。 检测到宿主门下弟子无生命迹象, 是否使用复活时? 哎, 适应吧。 众人看着凭空出现在庭院内的瀑布城, 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自家老祖竟直接赐予了土不成血肉, 将其复活了。 不成, 还不快跟老祖请罪。 伟狐那么不小心。 老祖, 是弟子大意了。 老祖, 弟子也有错, 弟子忘记了月龙山谷中有野兽出没, 你不成现在的凶为, 他还不是那些山间野兽的对手, 所以这件事, 弟子也有责任。 孤灵徐啊, 孤灵徐, 你针灸还是没人物身心了, 说了, 表不准修为那么的, 似乎是我不让铺不准修灵的, 我多少也有定责任。 又不走十天时间里营真把天真, 表不准, 你开始修灵吧。 是, 老祖。 得了, 苏晶儿。 当斗却感受到苏晶儿体内流转着的灵力时, 他却险些惊掉了下巴。 老祖, 你有事要吩咐弟子吗? 没事了, 安心修灵。 老了半天, 木饼石关锯里最少的人, 修灵搜到最快北。 孤灵徐来笨真地房间一趟。 孤灵徐垂着头, 已经做好了被批评的心理准备, 可是他这一低头可不要紧。 当孤灵徐的目光落在地面上时, 他却赫然发现老祖的房间中竟有快击骨头。 老祖他老人家的房间里怎么可能会出现, 这种东西。 笨真明明都赐给你不神经修了, 你已经还未曾偷偷狙击其真气, 使过是偷拉了。 老祖教训的是。 一把一把, 笨真就再帮下你吧。 这几枚狙击蛋你先扶下吧, 或许对你有数帮助。 弟子谢过老祖的鸡骨头。 嗯, 鸡骨头。 啊, 不对不对, 弟子谢过老祖的助鸡蛋。 至少没狙击蛋你就去狙脸真来扶下吧, 等你偷偷到了狙击其真气, 再过来招奔僧。 多谢老祖, 弟子告退。 物灵学走后, 空荡的房间内只留下窦缺一人凌乱, 在众弟子的眼中, 他早已是壁谷不实的前辈大能, 要是被门下弟子知道他在房间里偷吃烧鸡, 那他长久以来树立的人设可就全毁了。 屋地唠揍人十五匪就因为这根急不得分塌了吧, 七腾, 不该这么办。 此题为葛军大爷出题, 此题无解。 鸡腾, 一去青龙屋, 的确神魂灵灯, 的确。 斗雀说着就一股脑的将系统空间内所有能锻造神洁法器的材料都掏了出来, 他也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能真的锻造出神洁法器, 就直接将这些玩意全都加持到了那根基骨头的上面。 真更亮, 别想到物精云在动召神洁法器上, 又那么高的天赋。 嘿嘿嘿, 世上这一间急不得胆生了。